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面的潜艇和鱼的画面陷入了沉思 它俩都是水下游的 为啥头长的却完全就不一样呢 到底是潜艇的源头好还是鱼的尖头好 或者说这上一年的自然进化 还挡不得咱们这几十年的研究来的惯用吗 当然不是的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其实潜艇头部形状的演变 大概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开始它其实是长成这个样子 看上去跟一艘船的船头并没有太大区别 为什么呢 很简单啊 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负责水面上的 首先早期潜艇只有彩电混合这一种动力 在水面上能够烧彩油一旦下潜就只能用电池了 而电池嘛通常都是撑不了太长时间的 最多让潜艇在水里面憋上个十来个小时就不得了了 这宝贵的十来个小时 那都是一定要留到关键时刻才用的 比方说发动进攻或者是躲避追踪的时候 另外相比起能够开足马力的柴油机 靠电池驱动的电动机当然是显得功率不够了 美国在二战时期生产的八老级潜艇 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 最高可以飙到20节以上的航速 但下潜到水下后就再快也快不过9节了 这速度损失可不止一点点 于是乎早期潜艇在设计上必然就会优先考虑水面上的性能 既然船手的造型已经被证明十分好用了 那自然潜艇也应该将其移植过来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开启钥匙是核动力 开启人则是美国的鹦鹉罗号与蓝旗金枪语号 核动力意味着几乎不受限制的航程 与几乎不受限制的下潜时间 只要食物水和氧气的储备足够充足 以及船员们能够hold得住就行了 于是怎么优化潜艇在水下的航行性能呢 就是一个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难题了 这方面可就没有经验可循了 而且跟现在能够用计算机模拟还不一样 他们那会儿唯一的手段就只有造出食物去试了 于是两艘现代潜艇的先锋诞生了 装着核反应堆的鹦鹉罗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也是第一艘从水底下穿越北极的潜艇 当然很大程度上呢 它是在验证核动力这个新技术 到底能够为潜艇带来多大的新的可能 蓝旗金香鱼号码并不是一艘核潜艇 几乎与鹦鹉罗号同一时间开发的它呢 更重要的角色是研究 研究水下动力学的特性 研究风动测试 研究一艘只为了潜在水下的潜艇 到底该长成什么样子最好呢 比方说最佳的建筑外形等等 好我们分头稍微细说一下它俩 由于可以预见到潜在水下的时间明显增多了 为鹦鹉罗号设计头部的工程师就觉得 咱不能还是像重现那样完全使用传手的造型了 应该让它稍微圆润饱满点更好 于是鹦鹉罗号的头部就成了这个造型 一半尖锐一半圆润 稍微扩大的空间还能够为声纳流出位置 不过等它刚一接触水面 工程师就意识到他们犯了个大错 由于头部以及头部边上那对旗的设计 让鹦鹉罗号里面的声纳完全就成了摆设 只要速度稍微快一点 声纳就会被自己头上发出的噪音给挣成笼子了 一开始还好点 这样的限速在7节左右 到了后期 等它的服役快要结束的时候 只要速度接近4节声纳就已经笼掉了 看起来这个奇怪的头部是必须要改掉才行 好在同一时间设计的蓝气金枪鱼 似乎早就预见到了 它采用的头部设计 是普遍被认为在简祖方面效果更好的水滴型 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艘采用这个头部造型的潜艇了 果然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油门推一半就能比前一代使用传手造型的潜艇还要跑得快 随下的最高速度来到了25节 不仅速度快了 连机动性也更好了 而且虽然是柴油动力 但是却比核动力的鹦鹉罗号还要安静 你说气不气人吗 于是这个开创性的设计就此保留了下来 从今往后美国的潜艇头部造型 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了 而与此同时 在世界的另一边苏联人 也下水了自己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K3列宁共青团圆号 采用的头部是几乎如出一则的球型 也用实际的成绩验证了 确实比传手型的头部要更好一些 好了到这儿我们就该问一个问题了 既然水下的潜艇目的就是为了要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机动性 更低的噪音 以及更好的耐压能力 那么为什么非要是水滴型或是半球型呢 难道进化了上一年的鱼头那样的流畅的尖型 不会比它更好吗 实际上当然更好 而且在这几个方面是全都更好 现代的一项研究表明把传手型头部 椭圆型头部 圆锥型头部 球型头部和鱼头型头部放在一起 结果毫无悬念的是 传手型头部的水下阻力最大 毕竟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水下设计的 而剩下的阻力最大的 居然就是球型头部了 阻力最小的除了鱼头型头部呢 还有圆锥型头部 好吧 我们是剔除了一个最差的设计 但是却选了一个倒数第二的 这没理由啊 是的啊 要是现代潜艇只考虑机动性的话 的确没理由 但事实上呢 一个可能比机动性还要更重要的 就是潜艇的视力和听力了 声纳 现代潜艇上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海军往往倾向于把尽可能大的声纳呢 给装上潜艇 直到实在是撑不下了为止 所以你说一个又尖又窄的鱼头 能放下多大的声纳呢 根本行不通嘛 有的时候啊 就算是鱼雷发射管这么重要的东西 跟声纳发生冲突的时候 海军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声纳的 你看图立笔号和长尾杀号 前者呢 不仅有个更大更远的头部 好装下能够探测更远距离的大声纳 而且还把鱼雷发射管 从头上给移到了两侧 只是为了腾出足够的空间 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潜艇的头部呢 其实看的是阻力空间 综合在一起的系数高不高 球星很高 那就用它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